女人最窩心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个窩心故事 是刚刚发生在前几天暑假的 关于我的朋友,我的女儿和我自己 我都是很窩心和很感恩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我整个暑假都在上班 我女儿其实都是坐在家 她一个星期有两天的课外活动之外 真的没什么做 我也觉得不是太好意思 有点欠咎 前两天我就跟她说 女儿不如这样吧 你上网看一下 还有些夏天暑假的活动 可不可以参加呢? 我说不如你上网去查一下 然后她就上网去查一下 那天刚好我就陪她一起 她说妈妈不如你坐在那里陪我 你给我的意见 我跟她两个人 我想都看到晚上两点多钟 都找不到 因为很多夏天暑假都被人报名了 其实之前呢 我就跟Linda 即是马士康的太太一起吃饭 其实曾经她帮我问过一个假天暑假 但是当时吃饭的时候 问的时候就是没有位置的 其实基本上这么迟 是什么位置都没有了 那好吧 那我也没有再去想这件事了 第二天早起床 然后我就收到一个朋友 Linda 那是马士康的太太 打电话给我 她说Elena 早前我们吃饭 说过有个夏天暑假 本来说没有位置的 然后呢 我帮你follow up了 然后现在有个人退出了 你可以明天参加 那一刻我真的觉得 很感动和很窩心 因为香港人很多时候 大家都很忙 说完的东西 未必会放在心里去做 但我真的很感谢 很感谢Linda 因为她真的放在心里 她去帮我做了这件事 很感激她 而且很窩心